一堆情侶出現在墾丁這間飯店裡面 兩個人在走廊走來走去 早就鎖定一間房門沒鎖的房間 趁四巷無人男子溜進去 由女友在外頭把封 不到20秒男子虛意包包到手了 這對雲洋大道快閃開溜 而他們偷走的就是這款香奈兒包包 這款名牌包包都超貴的 這款名牌包網路炸近三萬多元 但偷窃的情侶實在不失貨 拿走裡頭的現金四萬多元後 竟然將這貴重的包包丟棄在草叢中 嫌犯招待後帶警方回到現場 但已經找不到名牌包了 讓被害人真的欺詐了 警方表示這對情侶得手現金後 將名牌包丟棄在飯店附近的草叢 接著又若無其事回到飯店休息 而且他們還是跟被害人住在同一層樓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整個過程全被監視其拍下 連他走出飯店要去丟棄名牌包的畫面 也拍得一清二楚 想賴也賴不掉 調閱飯店內的監視器 發現是同樓層隔壁房客 那個一名男性窃嫌 涉有走嫌 囂張窃賊闖旅客房間偷包包 害得被害人損失近八萬元 儘管最後現金有找回來 但價值三萬多元的名牌包 可能已經被人撿走 不是貨的嫌犯 挺而走險偷竊 最後還是白忙一場 被依法送辦 記者張春華皮諾報導 請問一下 谢谢观看